新年專輯 新年專輯 可以說是每一次新年 我們最先感受到的東西 對不對 那我們做到新年專輯 我們就不能忘記一個人 今天台下坐著一位 非常棒的音樂老師 就是我們的 鄧智章老師 我聽那個Fiona跟我講 能不能分享一下 智章老師在錄音室裡面 是不是真的很嚴格那種 他對錄音的要求當然是有 他當然是有一定的要求 但是你說兇 他真的一點都不兇 我覺得他算是很有耐心 很有耐心 就是那個一句 從大概凌晨1點 唱到6點都OK這樣嗎 沒有 他會很酷的說 可以更好的 可以更好的 你要再來一個你可以更好的 但是他會從那種說 可以更好的 可以更好的 會慢慢變成這樣 會不會 他會說不錯了 可以更好的 其實我們知道是唱得不好的 但是他就說 不錯了可以更好 他給我們信心 對 那我們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跟智章老師合作的經驗 Fiona先開始 我覺得每次新年 每一年見到他 都會有一種 我們又見面了的感覺 感覺也是很熟悉的 是你嘛 但是對於我們 他就不會說 每一年都這樣見面 對不對 你好像 你從1976年就錄到現在 不是嗎 787 對 我以為你是參加那個 經典名曲的 好過分喔 沒有啦 就今年算是第四年參與了 然後就覺得 每一次見到他 都很期待 就是可以錄 每一年全新的新年歌 我覺得 除了就是剛剛我們唱過的 是比較經典傳統 大家可能聽過的 但是就是 最重點就是 等一下會唱給大家聽的 那一首全 主題曲 對 全新的 每次跟他合作都會覺得很期待 是 每一年 真的很厲害 每一年都能夠寫得這麼好聽 對 而且那個Key 越定越高 是 而且 我自己寫了十幾年 都沒有一首好聽的 是 那這麼厲害 老師哪裡走 來 這邊你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剛剛Fianne 講的那個Key 越定越高 對 好像每一年都 怎麼越來越高 人進高升 感覺有被挑戰的感覺 步步高升 就好像說的 步步高升的感覺 這樣對不對 OK 我等一下 這邊的朋友 我來給他介紹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新聞報報看的瑞吉 啊 我們新朋友 大家好 也是新聞報報看的報 是 我們平時都在主播台 只有大家見面多了 在台上見面也三人同台 其實真的是很少見 那其實這次這樣參與我們 今天這個首唱會的感覺如何 當然第一個情況 是平時只是對著我們的這個攝影機 第一次要那麼多人 其實是非常振奮 而且要知道我們報行文出身 唱歌這旁邊 真的是幸福老師 每一次錄音 我覺得不是我們壓力 是老師看到 原來的比較壓力 這張老師OK嗎 她們的表現OK嗎 好 老師你好好 而且能夠用新聞報報看的方式 唱新年歌 你是其他地方 真的是聽不見 沒錯 只有這張專輯 是 OK 好 Lina怎麼樣 參與這張專輯 跟老師合作的經驗 我跟老師只是見過兩次面 一次是去年的新年 然後第二次是今年的新年 是 所以每次見到就是錄新年 就是錄新年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我經年去錄的時候 我跟老師講 老師我慘了這個Key很高 我應該是要錄上兩個小時應該才能錄那一句 他說哎呀你可以的啦 你五分鐘就可以啦 真的 那時候錄了多久 我也不曉得 也沒有聽練太久吧老師 都不錯 那我們今天 我覺得因為歌曲很多都是有男生女生唱 所以就是那個Key就是要錄在中間 那我的那個聲線就很奇怪了 每次唱的時候 因為男生的Key就比較偏低 是 低我就下不去 下不去你知道嗎 所以 在唱的時候 老師每次見老師的時候 老師就說 哇 又是你啊這個高八度的男生 哈哈哈哈 所以每次聽到一整排低八度的一個聲音 然後 他現在一個聲音高八度 那就是你啊 就是哎哎哎呦 就是太高了 是 而且我看到在配唱的時候 等一下你還是會 啊 哈哈 抓不到這裡到底用低八度 還是高八度這樣有沒有 啊 我覺得是很開心 因為大家能夠一起錄這個 青年歌 是沒錯 而且是每一次算是新年前 我們Astro第一泡 跟大家見面的禮物對不對 好不好 OK